2006年11月29日 记者在萧山国际机场认出了范冰冰 自然不能放弃这难得的机会 提起相机一阵猛拍 范冰冰见状也随即拿起自己的相机跟记者对拍 该记者则认为范冰冰的举动有挑衅嫌疑 结果双方越闹越凶 范冰冰一怒飞脚踢向记者 2004年10月冯小刚在天下无贼首映宣传期间 因为某报纸刊登了一张明星住宅地图 曝光了他家的地址 而表现得极度愤慨在记者会上破口大骂 这些报纸对我进行了一个特别大的起害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们的报纸干了一个特别无耻的事 是你们把很多演艺界人的家庭住址 位置你们给弄一张地图 登在你们的报纸上 现在有一个神经病 每天到我们家门口上去堵着 说明我们带着有啥酒量 我觉得说明你们非常无耻 因为你们干扰了我的生活 你有什么权利把我们家登的报纸 就地址在登的报纸上 完全是一种混蛋的做法 你知道吗 你还是有发音链 我他妈想充你你信不信 我稍稍等一下啊 咱们这个活动 我永远不会接受 什么明星的采访 咱们下次不要让这个报纸来 冯导虽然没有动手 但是仅凭着一张嘴就已经起到了足够的威慑作用 或许是受那句老话 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影响 当一名男明星将愤怒付诸暴行 人们对他的同情也会大打折扣 2006年5月10日下午1点左右 窦维光顾了北京的新京报编辑部 当时他指名道姓的要找一名叫桌伟的记者 这位记者先前一直负责报道窦维的新闻 从窦维与高原两年前离婚 到窦维指责高原前男友丁武玩处女 再到窦维每月给高原500元的生活费 无不害人听闻 也许是这一系列的负面新闻激怒了窦维 他在没有找到这位酌性记者后 当场砸坏的报社的一台电视和电脑 随后又上演了一场纵火烧车案 此事也让窦维坐上了被告席 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冲动行为而道歉 我愿意非常地丰富 我愿意向这份家庭的报道 由于施工所掌握的这种意义 结果是这样的欠募 但是我要说的确是这份警告的 的确是平均的阶段 而年轻气盛的周杰伦也向来是反狗仔的中间人物 2005年他开车因为记者跟踪 并被DV机追拍 与记者爆发了冲突 当时周杰伦忍无可忍地把车停在路边 下车与记者理论 双方向有头脚 继而发生了身体碰撞 其间记者手上的摄像机不断地被拉扯 摩托车也被推倒 后来饱受狗仔侵扰之苦的周杰伦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一首四面楚歌 以供后人传唱 这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方法 新鱼的再现 东河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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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